这两个女孩正接受来自Estrella和巴狗的爱 就像他们的亲生孩子一样 对他们来说 和承担的安大洛西亚寄养家庭一样 存在着比血脉更强的联系 但事实上是经济危机造成了寄养数量大幅下降 在安大洛西亚有两千多的儿童生活在这样中心 除了中心的大量工作之外 根据专家解释 对一个儿童最好的情感成长 就是在家庭的环境下 这种感觉很难解释 构筑家庭展览是由安大洛西亚儿童监管会组织的 覆盖整个地区 讲述孩子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等待着能有家庭来了解他们 照顾是暂时的 有很多能贡献的方法 比如为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 可以给这些艰难的孩子们 所有他们的爱的家庭 直到他们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那儿 或者是被收养为之